我们基因的员工是从这边7点出发 到那边到患者8点 8点10分到患者 不过我们在那边 因为它7点58分的时候 那手机的声音都响了 因为员工的手机也在响 所以它响了以后就石头掉下来了 真是吓死了 中恒公路开了15年 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地震 石头一砸下来 旅行司机当机立断 马上冲进距离10公尺的明隧道避难 它砸到以后我们进明隧道 进明隧道以后 它那个 那是什么 它一下子 因为刚刚的明隧道是铁的 所以它好几次都哼哼这样 好像被炸弹炸一样 然后我们只躲在里面 整个都看不清楚 因为它都很多灰尘 里面的员工是怎么脱坏 还是你怎么帮助他们救出来 因为我们员工很多 所以我们自己出来的 互相帮忙 对 互相帮忙 自己出来就跑到明隧道 比较里面一点 就在那边躲 生死一瞬间 看看旅姓司机开的中巴 车尾被落实击中翘起 可以想见当时有多惊险 地震发生当下 泰鲁阁精英酒店 总共有三辆交通车 行驶在中横公路上 旅姓司机首当其冲 也幸好他带头冲进明隧道 后面两辆车紧跟其后 这才保住了全车35人平安 强阵重创花莲 不只精英酒店 泰鲁阁三月村饭店 也有上百人受困 地震当天 江先生正好送水到三月村 没想到因此受困一晚 隔天他看路况还好 马上下山 正好遇到了这几位 到中横游玩的外籍游客 那我就想说 就是因为我刚好有货车 我就想说 可以带一些想要下山的人 然后所以我就 问他们愿不愿意 坐在后面的箱子 九死医生 这些医生迷惠的外籍游客 满怀感激 只希望现在还失联的民众 也能跟他们一样幸运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